我就讲这一次太极拳的开胯 不管你打任何太极拳 它是不是需要开胯 不管你占任何装 它也要开胯 开胯的正确和错误到底又是什么 我们作为学习者 那么多段子讲的不一样 我们都是糊里糊涂 马马虎虎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一个准确的答案 您把它拿走收藏好 以后遇到这个问题就回来看 那么先从战装说 因为战装是太极拳的基本功 很多人说开胯的时候 就说战装把两脚打开 让两膝往外撑 然后把腹骨钩整个大腿里侧 就说前当要撑开 撑开之后 然后臀部往后坐 把腹骨钩噎进去 说这就胯开了 同学们别这样练 这样练完之后 只有一个结果 伤你的膝盖 你用这个方法您试一下 试完之后 你就会觉得膝盖可用力了 这是战装的错误点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打拳的错误点 就是说我们把两脚打开之后 非得让两膝外捧 这现在呢 不说腹骨勾后坐了 而是屁股下坐 说这样的话 话就打开变远了 大家您可以试一下 一定要亲自尝试 你会发现 你的膝盖一直在顶 大腿上侧 膝盖用力极大 那么您也能得到一个结果 伤膝盖 所以说现在很多同学 包括有部分医生 都不建议练太极拳和战装 为什么 因为他们也是受害者 因为什么 因为他不会练 从目前来看 练习者要比不练者多多了 您可能也是一位受益者 今天我教一个正确的开胯 大家正确的开胯 我们以战装来讲 就是我们把两脚打开之后 开胯的目的是为了 能让我们通过转腰 能转动得更灵活 让我们整个身体 转腰的过程中更稳定 那么所以您开胯的时候 不必去注意两膝外撑 或者屁股下坐 你只需要做到一个方法就行了 您从您的脚的理侧 沿着您的腿的理侧上来 到达您的胯根 就这个胯根 您撑好它 但是不能夹住 把它微盆开 撑好它 然后您会感觉 两腹骨沟呢 有一种盆径 好像是用一种气球 把它充满的感觉一样 这个时候 您的胯就开了 您就这样去站桩 您就这样去打太极 一点射都没有 为什么 下盘足够稳定 整个螺旋 没有任何问题 虽然今天我讲的有点多 但是我是真心想帮大家 有太多人 在这个问题上 练不好之后 来诋毁太极 诋毁战装 我希望你们重新站起来 按照我的方法一试 重新拾回你的信心 来传承 推广 太极 推广战装